文兰郭先生NBA的季前赛继续进行,面对了对手荒雄队,火箭队哪怕是季前赛,也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, 而较真的德安东尼,不仅让他等打了三十分钟,还怒喷裁判尸体,看来,一个赛季的德安东尼来说,或许是从季前赛开始的,他这样较真的态度,还是蛮令人敬畏的,毕竟,对德安东尼来说,什么样的大风浪没有见过,又何必这样呢? 或许,这只是人家的一种姿态而已,而最终,火箭队也是狂轰131分,赢了灰熊队16分,火箭队的新员们,也是纷纷表现出色,这里面,最值得关注的,其实还是安东尼,全场比赛,他卡上13分4篮板的数据,投篮8中4,3分6中3,都是五成的命中率, 全场比赛,安东尼只有一次单打,其他情况下,他扮演的角色,就是此前在美国队中的角色,这样的安东尼,是球迷们喜欢乐剑的安东尼,也是火箭队最需要的安东尼,而在哈登和保罗的串球之下,安东尼似乎也很兴奋这样的连线,比赛前训练是一脸严肃的他,真和灯泡组合,有了连线之后, 也是喜笑颜开,开心的像个孩子,或许,这就是运动员最伟真的一面,此外,新元麦卡威也砍下19分,得分紧次于哈登和保罗,这样的麦卡威,也展现了一定的灵气,不过,在这些球员之外,最值得关注的球员, 其实是克里斯,因为奈特是阴商缺席的,在这样的情况下,克里斯与贾佩拉的对比,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,克里斯,出生于1997年,是NBA2016年选秀的第八顺位,新秀赛季入选最佳新秀阵容二阵,也就是说,算是一名天之交词,也是天赋报表的球员, 这样的一场比赛,他也展现了很好的吃饼能力,四中四个命中率,四个都是吃饼,再加上四罚中三的罚球命中率,他砍下11分4篮板的数据,同样的,因为吃饼能力突出,他的正负值达到加20,是全场最二高的球员,仅次于保罗的加21,而把关卡佩拉,从数据来看,的确是不如对手的, 别人上场17分钟的数据,比自己上场20分钟还要好,全场比赛,卡佩拉五中二,仅仅看下5分6篮板的数据,而感冒,二人都是一个,更惨不忍睹的,或许还是卡佩拉的正负值,球队赢了15分,他的正负值确实负3,一些人也表示,这一次,卡佩拉完败了,那么问题也来了,这是真的吗? 其实,很多东西,数据是不会骗人的,但数据也是很机械的,客观的说,克里斯的天赋,除了臂展之外,其他可能真的不输给卡佩拉,甚至于,篮下作业的能力,可能还远强于卡佩拉,但防守端的表现,则完全不是卡佩拉的对手了, 比如,他在篮下几乎没有补防,作为打个子内线,卡佩拉的补防和卸防能力,那可是一流的,但克里斯择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这样的打球习惯,是非常不好的,而此外,他的挡差质量很一般,跟卡佩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, 而且很容易犯规,此外,克里斯拿球还不够稳,这一点,上场17分钟,克里斯贡献5次失误和5次犯规,就足以说明很多的问题了,克里斯手就看11加4正负值加20,到看完细节卡黄可高者无忧了,那就是,至少目前来看,克里斯还远远达不到顶记卡佩拉的水平与能力, 感谢观看